你敢相信吗 眼前的这只狗狗有多聪明 它既能当保安 保一方平安 下班回家后还要当保姆照看孩子 可能你不会相信 那就快点爱特尼身边还在拆家的狗主人一起过来看看 这只狗狗名叫糯米 今天它正在负责当保安 这时大门口一辆小车要进来 糯米娴熟地走到大门口咬住绳子拉开了大门 你是不是觉得这就完了 然而糯米居然蓝停了小车 示意司机要进门 先登记 可是司机根本不想理睬的 对着糯米按喇叭让他离开 这可把糯米惹火了 对着车辆就开吼 并再次示意司机下车出来登记 司机也被糯米的这一顿操作弄得捧圈了 完全不理解 僵持了一会糯米借司机没有反应 干脆自己来到了桌子上叼来了登记 司机被这聪明的狗狗惊艳到了 这也太聪明了吧 下班回到家里的糯米 也没有闲着 由于爸爸妈妈工作繁忙 他还要照顾姐弟俩人的安全 姐弟俩正在一起高兴地玩篮球 怎料姐姐一不小心把球扔进了水池里面 姐姐够不着篮球 他回到屋里准备拿工具 临走时还嘱咐弟弟千万不要自己去捞 可是玩球心切的弟弟忘记了姐姐说的话 自己还是在尝试着捞球 怕在地上的糯米察觉到了危险 他快速地跑到了孩子身后 然后咬着弟弟的衣物往后面拉拽 不让弟弟再靠近水池 聪明的他居然自己找来了工具 来到水池边把球给捞了出来 很难想象这是一只狗狗做出的事情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聪明的他还会灭火 糯米这天又在当保安 这时一名男子随手把烟头扔进了不远处的垃圾桶 不一会糯米闻到了烧焦的味道 他打亮了一眼垃圾桶 就想到了办法 他自己打开了水龙桶 咬着平时洗地的水管来到了垃圾桶 把水管放入了垃圾桶 就这样把火是扑灭了 这狗是不是感觉成精了 再看看你家的狗狗是不是正在拆架呢